欢迎收看有朋友测 乡亲们大家好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长话短说 重重原因本期视频是一坨再坨 场面时空陷入尴尬 我也是无言面对各位江东父老 总之六月算是撇球了 只能说让我们展望未来 逐步重回节奏吧 这款机型相信怕是想买的同学早就买了 犹豫的也甭纠结了 你连我这条都能等着他 我有点怕你会一直犹豫下去 那咱全档没见过 没这回事 这才刚发布 还是快刀斩乱马 乡亲们陪我快速的看一看 红米首款旗舰到底表现如何吧 包装附赠的类肤涂层 超薄保护壳 比快8毛的TPO是强多了 印象中好像也就mix 有过类似设定 数据线实测长度96.5公分 线足表现来看 怕是和黑鲨同中同源 只是换了颜色 稍弱于小米主传的那根 手机支持27瓦 但充电头只有18瓦 是3加27瓦头 这小了吗 需要拉动拉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轰米K20 Pro上手第一感觉 也许是我前不久刚刚用MIX3解了解压 外带当初联想滑盖的印象 仍未完全散却 平坦的屏幕 较高的屏幕支架 扎实的重量手感 坦率讲我当真稍微恍惚了一下 以为是滑盖手机 还下意识的推推屏幕 但其实排除厚度与重量干扰 K20 Pro原比想象中要小 打磨充分的大弧度四曲玻璃背板 结合圆润中框 舒适贴合握杆可圈可点 不论颜值还是形质 显而易见这块背板都绝对没少下功夫 仿佛以往我们用过的所有形容词 在这上面你都能找到影子 除了酷炫 真的是无话可说 不过也许是由于配色 也可能是元素过多 难免隐约会给人一种塑料 或者说略显廉价的即视感 这种近乎极端的设定 就比较倾向游戏手机的做法了 实测整机裸中来到195克 加壳轻松破二板 按常规主流旗舰标准 片中按游戏手机标准 没毛病 机身长度毕竟157毫米 宽度74 上中下厚度基本围绕8.8展开 但上后下薄略微歇醒 主射位9.58 突出机身大致不到0.8 对比同位6.49英寸的小米9 只能说两者不愧同宗同圆 K20小米9T也不是白教的 不论大体上还是多数细节的处理 无处不散发的浓郁的家族机器 几乎是K20 Pro除了厚度 以及整体稍微小一圈 外带R角更小略显方正外 就是一套通线 更多的是继承与延续 不知道对于背板和颜值 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呢 正面版2.5D湖边玻璃 外带塑料支架 除了K20 Pro支架突出机身更多 略高外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边缘弧度较小 且显得较为平直 但尽管如此 也都还是没有掌握过度的平衡点 收支划过尤其四角 还是可以明显感知到塑料边缘的存在 略显拉手 不过好在玻璃硬度OK 在经过更长时间跨度使用后 都没有出现像之前荣耀那种 四角明显全花的局面 屏幕边框除了额头得益于升降前摄 而碾压小米9外 其余三边两者都基本保持一致 抛出下巴 包括转角完全等宽的设定 只能说观感上实在比小米9的美人尖 要来的好得多 额头部分 听筒不承担外放功能 略显遗憾 右侧隐藏有屏下光感 及距离感应器 做工精巧 隐藏到位 屏下指纹形质与小米9 从外观上来看 并无二致 大小失重 没有出现偏小的迹象 实测不论体位 反应均灵敏准确 大多数时候 小米小米9都要快成一丢丢 少部分时候 两者接受速度 基本一致 并无差异 同样略显遗憾 没有采用线性震动 不过好在它这个钻子 其实倒也不算是 最远味最水的那种 个人感觉 在钻子里 翘翘脚大致 也可以勾得上 松而不散的位置 仰仗厚度空间足够 顶部保留3.5毫米 耳机接口 实用性好评 左侧升降前摄 观盒状态下 虽仍然算不上十分的紧密 但绝对足够稳固 同时除了前摄灯效 这里也保留有 类似呼吸灯的射掉 虽然并非独立光源 结合缝隙 仍存少许漏光 但感觉这里露出来 倒也无伤大雅 至于前摄灯效 只能说堪比 整机灵魂所在 也是个人十分喜欢的设定 虽然估计很多同学 对此并不会感冒 觉得没有卵用 但是关键它 炫呢 这就足够了 同时这里恐怕也是 整机做工最为精致的部分 金属玻璃塑料三者 完美结合 犹如一体 工艺到位 让人忍不住 加以仔细观角 前摄升起后 同样较为稳固 虽然扔不及当初 Nike自然堪比变态的那个 但坦率讲 咋也比前段时间 我们看过的一加7pro要强 没容不足 横向是不晃了 但纵向存在些许空单 拔起按下 几次之后 也容易处发一个硬力 自动回收 近乎失效的状态 这几期真的是 其实还挺到位的 基本小孩喜欢啥 他就整啥 有灯光 有音效 对于音效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 个人觉得 这似乎最后一个好鞋 按键方面 只能说尸程小米 这种还够不上垮的 松松的感觉 得到近乎完美的传承复刻 手感算是中规中矩吧 底部比较有意思 好像有同学说 它是整的七扭八歪 不在一条线上 彼此瞧不这 其实这里也就主麦差点意思 如果整合进阳升器开口 瞬间基本没毛病了 二拳二三姆卡叉招 设置有窄窄的一圈 防尘水胶圈 不支持阔展存储 阳升器个人感觉 还是比较可以的 音量澎湃 整体也绝对拿得出手 就单一扬升器来讲 基本没毛病 就是声音稍微 有一点点毛糙杂杂的感觉 我们简单听听看 在一开始 当初我还是 一个天真 而有爱哭的孩子 十年之后 终于才明白 只要全力一赴 就无所谓失败 最后关于背板 这里再简单补充两点 一个是前面说的整机 上后下薄 呈歇形 这个主要是升降前射导致 下半部分背板 手感的处理已然非常不错 如果拿掉升降前射 整机厚度感会大幅下降 手感也会有所提升 然后就是这个缝隙的问题 这里也是个人 对K20最为介怀的一点 虽然表面看起来 颜色合幅并无问题 但纸张却可以轻松插入一大截 如如无胶之径 粘贴位置靠后 相当于外延 这一圈是悬空的 加之镀膜 又比玻璃小圈 这里就也然成了灰尘的乐园 也是唯一一处 让人觉得不够旗舰的地方 终于来到下半场 屏幕方面6.49英寸FLED 分辨率2340x10802 彩虹玩什么的就不用说了 都在 毕竟不算是超顶级屏幕 我这台第一感觉还不错 没有上来就遭遇什么明显问题 得益于180Hz的触控高采样 系统界面滑动感觉上 也要相对更顺滑一些 明显P-LM调光 大致会在亮度滑块 低于55%左右开机 传说中的硬件DC调光 实测表现确实不错 对比之前 几乎就是堪称做的最好的黑刹 难分不可重 低亮度下也未遭遇 明显色彩过度 或者灰尖润解 足以支撑 全程开机 好评 亮度方面 手动平均最大亮度 大致455.6尼特 明暗分布 由下直上渐进 最亮专出差值37 强光激发轻松怼爆600 平均可以达到647尼特 局部亮度 更是能达到强制的948尼特 亮度表现出色 色彩表现方面 首先屏幕整体稍微偏冷 RGB色彩平衡 稍偏绿 SRGB色域下色彩覆盖 表现一般 有些拧巴 广色域下还是不错的 SRGB平均色偏2.2 最大37 DCI P3广色域 平均色偏33 最大8.9 整体综合表现还不错 中等偏上 跟手足方面 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实测感觉和小米9 也是大差不差 基本一致 关于屏幕跳点 或者说抖动 原理上来讲 用户本身就是电容屏 构成的一部分 作为偶合电容中的电极 才能完成触摸定位 这个设定也导致其 极易收到静电 甚至温湿度等干扰 除非接地 要么大多数时候 多指触摸 怎么也要跳一跳 甚至两指 十倍为三指 几乎属于通病 和机型或者说 OLED还是LCD 都没有明确的关联 因为日常使用 要求高精度多指的情形 并不算多 加持硬件设计改良 与具体游戏软件 较准优化 正常情况下 出现跳屏的概率 并不算高 几乎不会遇到 实测非接地状态 Homeme K20 Pro 在检测软件中的 跳动处罚概率及幅度 的确相对要大一些 不过正常使用 至少我这台 并没有遇到什么 明显实质性问题 游戏比如 C战场纵实飞接地 弹道倒也并没有出现 明显异常 不过当然 也不能排除 就是我玩的时候 恰好没能处罚 K20 Pro近期更新 相对较为频繁 相信后续这部分 也会再给出 进一步优化 拍照方面 感觉选这款的同学 应该是美好 奔着拍照去的吧 K20 Pro 主摄相对 还是比较良心的 4800万 IMX586 加800万 长焦 加1300万 广角 相比 小米9并没有明显 实质性的 严格的迹象 只是这个800万 像素长焦 确实一般 不如米9那个 1200万 景真来得实在 另外小米9拍照 也确实相比之前 有所优化提升 两者光线 较好条件下 只要你不是 调用了K20的长焦 当真是并无明显差异 难分伯仲 但一旦开启 K20这边画面色调 就开始稍显诡异起来 实位变焦 也能明显感受到 紫边问题 正常情况下 两者无非就是 一个暖色调 一个冷色调的差异 虽然小米9这边 跨热度方面 要小胜一筹 但个人还是觉得 K20色温更好看一些 也更稳定 K20整体更倾向于 调整对比度 加大锐化 优点是一定程度 营造出了画面的 同透与立体 确点就是 放大后 虽然细节保留不错 但相比小米9 擅长抹平的做法 就显得有些糟糕的 不够纯净 但到了夜间 急入光 形式突然就有些逆转 相比小米9 不管怎么拍都 难免有些仿佛 虚焦的即时感 K20 Pro的微华 反倒让你感觉 更清晰明确 毕竟这种产品下 只要不是造的离谱 正常都还是可以理解的 视频拍摄 这个脸同样 并没有什么大区别 K20 Pro也没有出现 什么明显斗的夸张的迹象 性能方面 还是先跑个分 首先GIGMAN是 单核多核 基本都与小米9 保持一致 难分博重 安兔兔仅次于 红膜3 以及黑色2 稍高于小米9 卢大师综合性能 4384 今次于红膜3 VR测试偏低 稍弱于小米9 这项测试中 黑色2垫底 还是有些始料未及的 H5跑分 超出预期 尊主读写测试 整体高于小米9 综合来看 表现还是不错的 工作效能 正常发挥 中规中矩 RR10分钟压缩测试 成绩偏低 应该还是系统优化 拖了后腿 烤机测试 安兔兔15重压力 机身表面温度表现 大体与小米9差不多 不算低 整数烤机处罚了温控 体系效率 似乎还是不错的 尤其正反面温度 始终几乎都是保持一致 双面散热 正式不虚 只是把正面 怼刀和背面一样热 对于错屏幕打游戏来说 尤其长时间条件下 好像并不算太友好 有待考量 本次针对WiFi连接稳定性 也进行了简单的加测 以这四款手机为例 连接同个WiFi 针对同一台服务器 一秒一个包 同时连续拼头500个 我们来看看到底 谁会丢包 谁的延迟最大 延迟方面除了最大延迟 其余两项K20 Pro都表现不错 要优于其他三款 虽然这种测试随机性比较大 但还是可以一定程度 说明在这项上 起码我这台是没有明显问题的 游戏依然以C战场为例 最高画质 开启60帧极限帧率 4G网络插耳机 屏幕亮度50% 室温25摄入调一下 20分钟游戏 K20 Pro大体表现符合预期 平均帧率59波动0.9 正面最高温43.8摄入度 背面最高43 整体综合 稍优于小米球 但扔不及游戏手机 这里本次黑战24 似乎又陷入了富有花贵犬 略显尴尬 反倒是红摩3迎头赶上 表现抢眼 曲线相当的平直 K20 Pro本次内建 4000毫20电池 使用原装18瓦充电头 1%电量 其中10分钟充电18% 30分钟47% 1小时充电87% 最终充满耗时 1小时23分钟 彻底充满 需1小时48分钟 如改用27瓦充电头 最高功率 逼近25瓦 但仅能维持5分钟 最终充满耗时 1小时17分钟 完全充满 1小时40分钟 也就是说 就算用了27瓦头 最多也就能快个10分钟 区别并不大 简单总结下 整体看起来 个人感觉 作为红米首款旗舰机型 K20 Pro是超处于齐的 完成度颇高 不过当然 毕竟不是从零开始 这里套用小米9的部分 同样也比较高 整机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几乎是做到了 要配置 有配置 要模样 有模样 进可攻 退可守 常规旗舰没有 而游戏手机有的 我有 游戏手机没有 而常规旗舰有的 我还有 破一种大名西场 一只花与花田的气势 如果说iQoo 属于基于常规旗舰 与游戏手机之间的细分品类 那K20 Pro定位 则更像是常规旗舰中的游戏手机 毕竟对比小米9 也并没有什么 特别乍眼的明显阉割之处 同时8加128锚点配置 起手价格 更是直接压到了2599 放到2400到2800的区间里 真的是没啥能挑的了 价格最低的855旗舰 性价比相当的出色 如果红米K20 Pro这个价格 你还是嫌贵的话 觉得怎么也得1999起才对 只能说兄弟 你这就是完全不讲道理了 你是要抢吗 要不咱骁龙845里再看看 话说被K20 Pro这么一搞 常规855旗舰倒是没啥 还能挺一挺 就是iQoo好像应该是最难收的 最快估计不出本月就得更新 另外至此 小米起码在产品线上 算是甩掉了性价比包部 台帅奖其实我现在最好奇的 是没有了价格束缚的小米 下半年到底能给出怎样的打卷 希望到时能有机会品鉴品鉴吧 扯远了扯回来 红米大魔王K20 Pro 目前正在京东商城热销当中 我居然拍了一期 已经有16万评价的手机视频 不禁再次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纠结之中 希望下回好歹能吃点热的吧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JD大手哥 我们明年不是不是 我们下期再见